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正在构思中或者正在建造中的高楼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就是 PNB 118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Merdeka 118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个在吉隆坡的大楼 TRX106 双支塔 纽约的世贸大厦 还有上海中心大厦 接下来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 PNB 118 总高是678.9米 当然世界第一高楼是迪拜的828米 卡利法 这个就是 PNB 118 或者叫做 Merdeka 118 独立 118 它的大楼的外观 现在正在施工当中 这个就是一个它的构造 周边还有几栋住宅大楼 正在施工中的 正在建造中 这个就是它周边的一些体育馆 当年比较有历史意义的一些建筑 另外一个在构造中的就是 Tower M 一个比 PNB 118更高的 超过700米的 一个超级摩天大楼 它的位置基本上也就是在吉隆坡市中心 这个大楼应该以后会成为吉隆坡的象征的一个塔 这个700米基本上是双支塔的1.5倍高 接下来这个就是一个夜景 一个构思 然后这个M大厦 就是这个TOWER M 大家可以看一下TOWER M的高度 还有双支塔的高度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叫做TRADE WIND TOWER 这个也会在吉隆坡的金山脚 之前一开始的时候TRADE WIND TOWER它的构思是世界最高楼 比迪拜的卡利法还要高 那经过几次的更改 最后可能决定在608米 当然这些都是还在构思中 那最终的高度是多少也还不知道 这一栋TRADE WIND TOWER也是在吉隆坡金山脚 在市中心里面 也会成为另外一个象征 吉隆坡高塔的象征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TRADE WIND TOWER 它的一些构思的这个大楼的外观 因为还在构思中 接下来呢 就是在大马城的叫做ICONIC TOWER 这三座塔呢 最高那座呢 基本上也是超过500米高 那最终会多高呢 暂时还没有人知道 也是在大马城的呢 就是它的LANDMARK TOWER 这个大楼呢 它的构思是超过600米的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高 比双支塔高了1.5倍 那在BBCC呢 也有它的那个象征性的高楼超过400米 这个呢 就是在KLMETROPOLIS 就是在满家乐的一个在构思中的一座高楼 400米或者以上 就是它的MASTER DEVELOPER 它的总开发商的大厦 TDDI PLATINUM TOWER 这一个呢 是在市中心在老区的 叫做人民广场 PLAZA RUT YARD 基本上也会在400米以上 基本上那个高度呢 就相等于大概 双支塔 BABY BABY